影片剪辑对于想要做YouTube频道人来说越来越重要了 因为只有好的影片剪辑才能够更好的去抓住观众注意力 让观众观看影片更长时间 见YouTube上吧才会给这部影片更多推荐量 最终让你频道能够晨浪起来 同时我也知道影片剪辑一直都是大家认为最头疼最花时间的 这期影片我就会和你分享十个简单的影片剪辑技巧 来帮助你提升影片剪辑速度 以及让你剪辑出来的影片不再无聊更加有趣 你在看完这期影片之后就能够运用这些技巧 还有我是 Grayson 这频道主要是分享关于YouTube频道运营 流量变现以及网络出现内容 我每次都分享三部影片谁要记得订阅我频道 首先第一个影片剪辑技巧就是通过看音频去剪辑 这种拍摄完影片之后 我们第一步就需要去做的就是去初剪影片 初剪影片的目的就是把我们所有拍摄好的内容里面 我们不需要的部分去删除掉 我相信有很多人跟我之前一样是通过看画面去进行初剪的 这样的速度真的非常慢 其实在我们初剪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必要去看画面的 反而我们可以注意一下影片的音频 当我们在影片里面有说话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音频的波纹它的起伏是很大的 如果你在某个时间段是没有说话的 你有一个很长的停顿或者是你在呼吸的时候 它的音频起伏的波纹是很平缓的 甚至是没有的 根据这个原理在你初剪的时候 你就可以只看你的音频 就能够快速剪除掉非常多没有用的部分 接着我再告诉你一个小技巧 你可以按住键盘上面的L快捷键 它是能够帮助你去提升影片预览的速度的 当你按一次的时候 它能够提升到1.5倍的速度 当你再按一次的时候就能够提升到2倍的预览速度了 这样你就能够快速的浏览影片去进行初见了 下个技巧就是你需要避免去重复观看影片 我希望大家在评论区告诉我 有多少人是在剪辑完一段影片之后 会从头开始再播放这段影片的 我以前也是有这样的习惯 但是这真的非常花时间 我个人建议就是 在你剪辑完一段影片之后 你并不需要从头开始去播放一下 去看一下对不对 而是说在你进行初剪的时候 你只需要做的就是 一段一段的去往下剪 并不需要从头开始再去检查每一段的内容 在你初剪完成之后 你可以做的就是 从头开始再去看一下所有剪辑完的影片 去看一下有没有哪些剪辑错误 有哪些不需要的部分 你还有财流并没有剪除掉 这个时候你去检查 这样会帮助你节省非常多的时间 你只需要从头到尾去重看一次就可以了 下一个影片剪辑技巧就是你可以使用画面推进的效果 如果你有经常看我的影片 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我都会使用这个画面推进的效果 我使用这个画面推进效果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 我希望在我说到某段信息的时候 我使用这个画面推进效果 能够让观众集中注意力 能够让他们下意识的知道 这段信息是比较重要的 他们需要认真的听 因为这个时候是有画面变化的 所以这是对他们的神经一种刺激 会让他们下意识的去注意听这段影片的信息 能够提高他们的注意力 第二个原因就是 由于我的影片大多都是跳跃剪辑 所以有时候会出现剪辑不自然的情况 那么这个时候我怎么弥补呢 就可以使用这个画面推进的效果 这样这个不自然的画面就被盖住了 让观众很难注意到 下一个影片剪辑技巧就是 使用B-Roll 我现在的画面就是A-Roll 是我影片的主画面 如果在这主画面上面 去再叠加一层影片的画面 那么这个画面就是B-Roll了 适当的在影片里面去加入B-Roll 能够很好的去增加你影片的丰富程度 并且让你影片会有更加有层次感 如果是像我这种对着镜头说话的影片拍摄形式 如果不在影片里面 就加入任何的B-Roll 那么观众看上去是会比较枯燥无聊的 并且很多时候也没有办法去理解 我在影片里面所说的信息 在影片里面去适量的使用B-Roll 能够更好的去帮助你解释 你在影片里面所说的信息 能够给观众增加很多的情境感 去更好的去帮助他们理解 比如说你在介绍滚车 与其你在镜头面前不断的描述 每一个车的细节 还不如在描述的时候 去添加一个车的B-Roll 在你编输的时候同时也展示这个车的某一个细节 这样就能够帮助观众更好理解你所说的信息 观众会觉得这样会更加有趣 去更好的信他们 B-Roll素材你是可以选择自己去拍摄的 但是它缺点就是很花时间 并且有很多时候 你是没有办法去拍摄到理想效果的B-Roll素材的 所以我更建议大家去到专业的素材网站上面 去寻找现成的B-Roll素材 比如说Motion ArrayMotion Array也是这期影片的赞助商 Motion Array它是一个付费的订阅制的素材网站 这网站上面包含着创造者所需要的所有创作资源 你可以找到非常高质量的影片素材 你就需要在搜索栏里面去输入关键字 就能够找到相关的影片素材了 并且你可以找到竖屏的和方形的影片素材 如果你看到一个你喜欢的素材 你往下拖 能够查找到更多类似的影片素材 此外还有剪辑模板 预设音效音乐 动画图形 图片 剪辑插件等超过80多万种的创意素材 这些素材资源都是能够让你去进行商用的 你在订阅了Motion Array之后 就能够无限的下载 你可以通过影片下方链接去开始使用Motion Array 也十分感谢Motion Array赞助本期影片 下一个影片剪辑技巧就是 你可以在你影片里面去加入音乐 除了加入Bio能够让你影片增加层次感增加丰富程度 在影片里面去加入音乐也是另外一种形式去丰富你影片 我们都知道影片是需要节奏感的 而在影片里面去加入音乐 能够很大的程度去影响影片的节奏感 创想者就会加入一首比较悲伤的音乐 这个时候整体影片的节奏就慢下来了 接着又进入到一个非常欢快的环境里面 这个时候创想者加入一首欢快的音乐 那么整体影片的节奏就加快了 你自己也能够感受到一种欢快的感觉 而有时候创想者会故意把音乐去掉 会让观众觉得这一段部分是不是需要特别的注意 也是一种改变影片整体节奏的方式 比如说你可以看一下接下来的内容 这就是创造者通过使用不同的音乐 来改变影片节奏的方式 能够提升影片的情境感 去让观众有一种不一样的观看体验 所以合理使用音乐能够给你影片加非常多分 同时大家需要注意 在影片里面所加入的音乐 并不是随便添加的 需要添加的是五版权可商用的音乐 你可以去Alice平台上面去寻找 这也是我正在使用的音乐平台 你可以通过影片下方链接 去获得Alice平台的额外两个月的使用期 下一个影片剪辑技巧就是你需要对你的画面进行颜色调整 大家一定不要忽略了对影片的画面调整颜色 很多人会使用拍摄好的画面颜色作为最终的画面颜色 没有进行任何的调整 其实简单的画面调色能够明显的去提高你影片的画面 是一种快速提升影片气感的方法 我的每一部影片都会做一个简单的调色 比如说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我调整颜色之后的画面 而现在这个画面是我调整颜色之前的画面 你可以发现有非常大的区别 当然你并不需要像专业的影片剪辑师那样去进行非常复杂的调色 你需要根据自己的审美去找到自己喜欢的风格 对影片的画面进行调色就可以了 如果你并不知道应该从哪里去开始调整 那么至少你需要做到以下四个步骤 提高画面亮度 提高画面的饱和度 提升对比度 调整影片画面的白平衡 你可以把你调整后的颜色素质去作为你常规使用的预设 或者是现在市场上面有很多人已经把他的预设去进行出售了 如果你喜欢他们的影片画面 你可以购买他们使用的预设 这样就能够直接运用到你画面上面 就让你的影片画面能够和他们的画面有一样的效果 也欢迎你在评论区告诉我 你平时有对你的影片进行调色吗? 下一个影片剪辑技巧就是 你可以在影片里面去适当的添加文字 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做法 当你在影片里面所收到某个信息的时候 你可以跳出文字去帮助你强调这段信息 文字不仅能够让观众去意识到这是所需要关注的点 同时在你收到某一个关键观点的时候 也能够加强这个观点的输出 在你选择操录文字的时候 最简单的形式就是让文字突然出现 或者你可以配上一个文字出现的音效 然后让这个文字去消失 无论这个方法非常简单 并且非常的有效 如果说你想做到更酷炫一点 你可以把文字变成一种文字动画的效果 也是能够帮助你去提升影片丰富程度的 就让你影片更加好看 下一个影片剪辑的技巧就是 你可以在影片里面去添加图标或者图片 除了文字之外 你可以在影片里面去添加图标和图片 以一种视觉的形式去来采述你所说的信息 这些图标图片是视觉上你能注目的 同时也能够帮助你加强你所说的概念 比如说当我提到文本、人物、图像 我也使用一些扁冰化的图标 就显置在我画面上面 又或者是当我提到某一个品牌的logo的时候 我就直接展示出这个品牌的logo 或者说我提到了某个书籍 我会直接展示这个书籍的图片 这样对于很多倾向于视觉学习的观众来说 使用这些图标或者图片能够更好的去帮助他们理解 下一个影片剪辑技巧就是 你需要有一个内容计划 内容计划真的非常重要 这不仅体现在了影片剪辑上面 同时也会影响你影片拍摄的速度 有一个内容计划 你就能够在拍摄影片的时候 知道你需要拍摄什么 在拍摄的时候你需要说什么 而不是在临场拍摄的时候 去想你应该拍什么去说什么 正当我来说 我的每一部影片都是有准备影片的脚本的 所以在我拍摄影片的时候 我是非常有自信的知道 我要在影片里面所拍摄内容的 这对于我之后剪辑影片来说也是非常方便的 在我初剪的阶段 我只需要去删除掉我在影片里面所犯错的部分就可以了 我并不会拍摄很多额外的内容 如果说你要拍摄更加复杂的影片 你需要去到室外拍摄 你要拍摄不同场景不同角度的影片 那么你是更加需要有一个内容计划的 能够更好的去帮助你节约你拍摄时间 同时会避免你少拍一些重要的画面 在你之后剪辑影片的时候 你也能够花更少的时间去删除掉那些没有用到的画面 下一个影片剪辑技巧就是使用快捷键 如果你需要经常剪辑影片 那么你一定要去掌握你剪辑软体里面的快捷键 这能够非常大的去帮助你节约剪的时间 如果你是使用手动的方法 一个很简单的操作可能需要好几步才能够去完成 但是如果你会了快捷键的话 你就需要在键盘上面点击一下 就能够快速的完成了 大家别小看这几秒钟的操作时间 当你剪辑一整部影片下来 积累下来的时间是非常夸张的 你并不需要记住所有的快捷键 而是接下来你平时最会用到的几个快捷键就可以了 这里我提供给大家一个方法 能够快速的去帮助你记住剪辑软体的快捷键 你可以去网上搜索你所使用的影片剪辑软体 它的快捷键 然后把它打印下来 在你每次剪辑影片的时候你就把这张纸去放在你旁边去做个对照 你只需要这么做几部影片 就能够快速记住这些你常用的快捷键了 如果你有其他在影片剪辑时候所用到的小技巧 可以在评论区和大家分享 如果是新手还没有决定要使用哪一款影片剪辑软体 你可以看这期影片 我愿意介绍2020年我最推荐的新手影片剪辑软体 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 希望让这部影片点个赞 也要记得订阅我频道 追踪我IG能够会有更多互动 好那我们下期影片再见 拜拜